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哈登的功能有些重复 哈登早在休赛期就表达了想去拦网的想法 但是呢 火箭仍想尝试留下哈登 通过先签后换得到了伍德 又送走了威少 得到沃尔 哈登虽然一开始缺席了训练营 但最起码哈登没有像欧文那样缺席那么多比赛 他至少在火箭打完了该打的比赛 但最近几天 火箭连续两场比赛败给湖人 让哈登无法接受 他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 他和火箭的关系已经无法修复 虽然哈登这么做 对火箭队友沃尔等人造成巨大伤害 但哈登已经不想和火箭队继续磨合 他想要总冠军 而最快捷的途径就是去篮网联手杜兰特 对于篮网来说 三巨头终于形成 但欧文现在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将会继续缺席篮网的多场比赛 对于欧文来说 场外的事物似乎比比赛更加重要 而在哈登交易达成之后 篮网的主要球员有杜兰特 欧文 小乔丹 乔哈里斯 杰夫格林 沙梅特和哈登 丁薇迪由于受伤 已经赛季报销 不少媒体评价 篮网目前的阵容 缺少一名合格的内线球员 小乔丹 已经不耐用了 也就说 篮网虽然组建了三巨头 阵容方面 还是需要继续提升 对于胡人来说 在哈登加盟篮网之后 他们的夺冠赔率 仍是第一 相比较篮网 胡人的阵容体系已经完整 阵容也更加全面 而在12场比赛过后 胡人的防守效率是联盟第一 场均38.7个防守篮板 联盟第一 二次进攻命中率63.7% 联盟第一 战绩9胜3负 联盟第一 很显然 胡人目前的阵容磨合得越来越好了 进攻和防守都十分均衡 此外 胡人目前阵容没有特别严重的伤病 而且他们的阵容深度非常好 允许一些球员进行合理休息 而篮网如果想要挑战胡人 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要找到欧文 让他回来 安心打球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